疫苗开打要相当于给哪些板块注入强心针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后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22号,星期一,我是Eric 今天ASS200指数走低,小幅下跌了13点 收跌在了6781点 在所有人都在谈论云计算、新能源、5G这些未来的时候 依然有公司在默默的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比如Costa 股票代码是CGC 除了种植以外 他们还往产业链的下游发展了食品包装、销售等业务 他们今天还发布了新一期的财报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总 营收上市上涨了11.2% 稀税前利润上涨了47.2% 净利润翻翻上涨了108.4% 从中可以看出公司的成本控制和应云的效率都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在财报中也披露了国际市场表现强劲 现金流稳定这些利好消息 在疫情期间 他们硬气的连Jobkeeper都没有申请过 因此他们今天的股价在大盘走势比较弱的时候 还逆风上涨了12% 价格来到了4.5% 另一方面随着澳洲疫苗的开始施打 一些旅行概念股开始反弹 比如线上预约平台Webjet 今天上涨了接近9% 收涨在了5.37% Flycenter上涨了7个百分点 收涨在了15.58% 旅行服务提供商CTD上涨了8个百分点 价格来到了18.9% 出行板块今天是给澳洲大盘很大的支撑的 比特币在周末的时候又是一顿暴涨 一度是上冲到了58,000美金 但是从今天上午开始又出现了回调 现在已经跌破了56,000 现在在55,700美金左右 黄金今天是有上涨的 目前价格来到了17,885美金 这个点位还是蛮关键的 现在又探到了这里 但目前来看还没有能够形成突破 白银今天的走势也是先涨后跌 现在的价格来到了27.4左右 本周二的时候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提交美联储半年度的货币政策报告 报告中的信息将会对货币 黄金还有原油这些市场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如果有重要的消息 我们会跟各位继续跟进 本周还会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公司发布财报 比如SIG,APS,悉尼机场,Afterbay,A2M,ZIP这些 如果您的资产配置中有这些个股的话 记得跟进他们的一个财务表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,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